是英文嗎? 可以嗎? 是,OK 非常感謝廖乃竹小姐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機會 在這裡做展出 她這是在台灣第二次的展覽 首先,很多人問我 很多朋友都想問她說 你為什麼會畫這些東西? 你怎麼會有這些想法? 所以,我必須解釋 其實,我畫了一個概念 這個展覽是台灣的空間 但是,她都會混合了 Dragon Thick 和魔術森 當然,她每次都有她的想法 那這一次的主題 整個構想是時空 當然,也把這個 有幾個是龍之丸 跟神秘之生 放進去 因為這一個是空 是的 時間和空間 是一個反映的 Dragon Thick 和魔術森 前面 我之前有了 星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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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時空這一個系列 是產自於龍之丸 跟神秘森 可以講說是最後的一個成果 那之前,其實她還有最早的時候 是有Origin 就是最初的一個系列 還有筆樂 等等 I used to be a sculptor But since I left to Japan 37 years ago It was difficult to continue to do the sculpture So I started painting 她其實在日本的時候 雖然是克蘭出生 可是她學的是雕書 是雕刻 所以當她離開了日本 到非洲的時候 她其實沒有很多的機會 再繼續從事雕書 然後她會這樣子的工作 那後來她就開始 轉向混滑 Problem is with painting Painting is a two-dimensional space and then to deal with the two-dimensional space I have to think about How can I get the kind of driving dimensional effect on the surface 所以就是說 從雕塑家的習慣來講的話 她一看的話 大概是什麼人 然後純純後後後都可以看得到 可是呢 繪畫也很非常大的局限 自從她的 可能是只有兩次元 那她如果在一個 兩次元的畫面上面 呈現至少是一個三次元的一個世界 所以我的想法是 如果妳看了一個畫面 妳應該進入一個畫面 進去另一個空間 然後妳會感受到什麼 或什麼 我不知道 是關於妳 然後妳當然要回來了 對 所以她對觀眾的要求是說 妳在看她的畫的時候 妳得進去 那妳在裡面經歷了什麼畫 那是妳自己 不過呢 重要是妳要回來了嗎 So painting technique is kind of a to create the illusion and to do to show what I want to tell you 所以她的畫其實 有很大的重點不同 是在於 她不是要告訴妳什麼東西 要秀妳什麼東西 I began to study most of the material painting material I usually I painted watercolors or crushed pastel acrylic whatever But then I decided to mix all these techniques or the colors or the colors and then For example from my point of view acrylic color is kind of dead color because it completely chemical is 她就嘗試了各種不同的材料 從最開始呢 当然到西方都是用压根的颜料 压根的颜料当然也属于它的曲线性 它画到后来以后就觉得 那个颜色是什么的 没有办法完全传达它要的一些东西 它也许画某些东西很容易 可是它没有办法完全传达它所要的东西 所以它就尝试各种不同的材料 东方和西方的 或者是中东的非洲的所有的诗物 然后就采生了它后来 I make some for example easy to explain something for example I take like this one I think this is a piece of silk actually a piece of my mother's kimono 像这个的话 就是它用它妈妈的kimono和服 当成它的画布 and then I mold up with lacquer 然后它先在上面打底的时候 是用的是漆 and then I put the layer of the colors all very thin but I never mix the color on the part but one color and then it dries another color and then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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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it's half dried I you know cut out to some shape out 所以它的技术是它把 它并不会一次把颜色上上去 它就是很淡很淡的 就逐渐的画上去 像这个已经颜色上去的时候呢 它又还会把它刮下来 就是说它在画布上面 在颜料上面 它同时还会继续做雕塑 So I began to use a lot of minerals and the gemstones and then I live now in Sri Lanka and it's very convenient I go to the Jibera to tell them to crush it So the people think I'm very crazy but then now one guy he understood my what I want so he does 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看到 有非常多的那个矿物质在里面 那不只是石鹰啊这些东西 还有很多其他的宝石 那那个时候他认识有一个 有一个做那个卖宝石的 那这个家伙 他买了以后就跟他讲说 你帮我拿去敲碎 那他就觉得他是不是疯了 后来一直看他到底在做什么东西 到后来就发现说 原来他的梦里是在哪里 So this is my belief not for everybody but I believe when I'm using the minerals and going back to the earth and the gold and then it's something gives life to the painting yeah 他说当然啊 这个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可是对他来讲 极不是一种信仰 他觉得说把那个颜色 就是把这些的矿物质 这些原料放到画上面去的时候 会给这个画一个真正的生命 在这里边呢 大家看到的他那个顺序其实并不是按照他以前创作的那个顺序 像从那个龙之软 那个神灵森林到时空 可能有些人都会发现他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基础形状 一个主缘的 就是说他是圆 可是呢 他那个圆是不会没有封口 对 一个完整的圆 他就已经完整了 你不能对他做什么事情 他的基础形状 他就是要相信说 因为呢 那个有缺口的一个人 你就可以继续走下去 所以呢 你还是会有希望 是那算是吗 或是你有点问题的 不曉得大家聽到這個地方覺得夠了嗎 還是有不同的問題 這幅畫是我非常欣賞的 因為這個我們講中國的太極兩極也可以講 宇宙有黑洞是進去還是出來也可以講 雲彩或是天空也可以講 總之它是一個緣 是一個律動深入出來無可結束的緣分 這個緣分跟緣形的緣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這是我的感動 不曉得大家看我的想法 稍微有點感動 不得不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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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